有福同享當然容易 但有難同當就沒人做到 所謂患難見真情 今天這對患難夫妻 請問阿May的老公 林先生、Jack歡迎你 Hello 大家好 不單要在病床旁邊扶持自己太太 入錄影室都要一起的 是否第一次去做嘉賓 是的 第一次 稍後要多分享一點 其實Jack和Kenji都是同路人 是的 我想我很明白你的心情 是的 也共鳴 如何懵疹 如何怒氣 一定會的 很多時那部戲就是 你會藉著在這裏 因為你發生了這樣的事 逼著一口氣 是的 逼著一口氣 還有太過罕見的意外 你不是普通傷風感冒 或者你平時會熟知的疾病 更加無助 因為當你不知發生甚麼事 你太太的情況又是這樣 那你真是 這樣怎樣 是的 又看著她受苦又不知怎樣幫 不如繼續跟進阿May的案情 兩次發現有麻痺 叫護士來幫我看究竟發生甚麼事 都沒有feedback 也沒有說幫我call醫生 也沒有說再 further 看看可否有其他東西檢查一下 直至去到十一點多 十二點鐘 因為我之前提及過 護士會保持一個多小時 便會檢查一下儀器割藥 有兩個護士進來 其中一個是藍護士 當時他們的表情很古怪 因為他們進來 看到我包抗生素已經打了 是沒有了 軟軟軟的 再看一看 她想拆的時候 再看一看 看一看我 再看一看包東西 噗噗噗噗噗 便走到房間外面 到再有護士進來的時候 就是護士長 便告訴我 醫生叫你繼續打快水 繼續吊 吊鹽水 我便很質疑 因為那一早 醫生八點多鐘來的時候 她便說 你情況OK 就可以停 不需要再繼續打 因為其實吊鹽水 你要插著靜脈 其實都不舒服 睡得不好 可以停的 我便最希望的事 誰知她便叫我繼續打 當時我便問 為何要繼續打 醫生告訴我 叫你繼續打會好一點 我說 噢 她便很快便離開了 一路全日很多護士進來幫我做檢查 又抽血 緊張了 整件事真是很密立 比平時的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進來更加密 其實那天不停打快水 我個人都很累 甚麼叫快水 打快水 即是 我猜說 快水其實就是正常的 生理鹽水 你釣鹽水 我們所謂的釣鹽水 基本上一包可以維持你一天 但它是用幾個小時時間 就可以flush了一包 即是用完一包 接著再換一包 總共用了多少包 知不知 一定超過兩包 但我不記得了 exactly 多少包 即是都是鹽水 鹽水 全部都是 但它是濃縮 因為它那部機器是可以控制 它進入的劑量 它扭的掣可以滴多少 即是每秒滴多少下 它是扭到最快 滴的劑量是最快的 其實一路都不知道 它就叫我繼續打 即是繼續吊 我又繼續吊 我先生來看 我便看到我很累 躺在床上 直至他去到九點多鐘 我先生翌日都要上班 他便走了 在十點鐘左右 十點至十點半那段時間 有個護士長進來 就跟我說 待會可能要你下床 去第二間房 我說哦 我就哦 好吧 因為吊著鹽水 就要拿著吊鹽水的支架 去第二間房 一進到房間是頭等房 裏頭有三個醫生 兩三個護士 有些是一些admin的人 應該是醫院裏頭admin的人 那我經常進去 我呆了 很大陣上 是的 我呆了 我第一句說話 我就問 我生癌症 都是 為何會聯想到癌症 因為我最大件事人生莫過於可能癌症 沒得醫 都沒有想到原來是另一件事 到我坐下來 醫生告訴我 他就說原來醫院出錯了 應該是打80ml的抗生素 他打了800ml 我心裡都寒一寒 10倍劑量 然後我聽到之後 我就說 我會怎樣 他說 其實這麼高劑量的抗生素 會影響兩件事 聽覺 和腎 我便問 那我可以怎樣 他說 明天我們來 都會繼續幫你檢查 我們其實已經處理著 由我們發生 早上12時發生 到現在為止 我們不停和你打快水 希望你打了10倍劑量 再衝出來 稀釋 但你是猛然不知 猛然不知 由12時到晚上的10時 都沒有人跟我說 原來我是有這樣的事發生 我們這個節目 不是說去判斷任何醫療機構 做錯了些甚麼 但反映現實就是 我們所謂的Layman 我們都沒有專業去讀醫 但有時你真的很多東西都不明白 好像剛才這樣 我就會覺得 你立即知道 才會做這個補救 為甚麼我不是立即知道 我第一時間都有問 為甚麼你不是發生了 知道立即告訴我 他們的解釋 就是希望在他們處理到 亦都可以令到我 沒有那麼惶恐的情況下 才通知我 謝謝 當時他講完這番話 我不懂怎樣回答 其實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應該可以怎樣 我就說我要跟我先生談 然後他第一時間 醫生就跟我說 我們明天都會再跟你先生談 不要立即打給他 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現在立即打電話 我叫我先生 我就立即打電話 我叫我先生 開聲音 他再重覆說一次 當時 說了給我先生聽 我先生的反應 其實比我更大 你覺得很激動 是否立即戒手 相當激動 戒手是沒有的 我想立即開車 去當面談 不過當然沒有 但在電話裡面談 就是講了幾點 第一件事 他講的就是 你發生的情況 你知道了這件事之後 其實在這麼多個小事裡面 你做過些什麼呢 為什麼你不會跟他講呢 不跟家人講 我明白 因為我不是當事人 你可以跟當事人講 而他們選擇不講 最少啦 最少都要是這樣 而當時那十個小時裡面 我是在這裡的 我是在這裡 我見那些人出出入入 出出入入 問是不說正常的 他進來會 即是你都曾經問過 是的 會進來幫他量一下血壓 那些 因為我一般去醫院都是見人量一下血壓 做一下這件那樣 又沒有想到這麼大件事 但當然他那時候就氣藥油絲 是 那就沒有辦法 醫生跟我說 因為不想我而擔心 我覺得這一個不是有解釋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有解釋 有知情權的 是的 自己身體 然後他說打多了10倍的劑量 就是有80個mg 變成了800個mg 很突然害怕 其實這一個是很嚴重的 他都沒有跟我說 我已經問他 我說你現在用了10個小時的時間去處理 你找不找到原因 是 我也想知道你到底在哪裏出錯 當然他就是 dead air 其實整個過程都是我一個人說話 有你講 有我講 他們沒有講 當時你的對話是跟這三個醫生 和一組醫護人員 是一組醫護人員在 因為我太太開了speaker 所以我們同一時間 你們隨便誰有意見的就說 但你要告訴我為什麼 然後說到最後就沒有了 然後還沒有說他的聽覺 或者是腎有問題 當他說他的聽覺和腎將會有問題 就是說不排除他有可能 因為這個劑量影響到他的聽力 或者是他的腎功能 我就基本上發瘋了 一定了 是的 我已經是發瘋了 他說我們會做相對的一些檢測 去確定你太太沒事那些東西 其實現在網絡這麼發達 任何人都可以上網去看一下 究竟聽覺 當你衰退或者有問題 甚至乎你的腎有問題的時候 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腎太重要了 沒錯 而當你上網你隨便一看 腎會在什麼情況之下 才會令到你的人覺得有問題 就是當他剩下20%的功能 那我就問那是怎樣 你們可以怎樣處理 他們當然就是拖 然後那一晚沒有給我任何答案 然後第二天去到醫院 然後打開兜面才再說 是 講到抗生素這件事 我自己是很抗拒的 我自己本身 我對於這三個字 我有點害怕 真是必要先 如果不然我都 但是你想想你去到醫院的時候 有些這樣的急病 立即要打 可能令你活命 或者是有些很嚴重的一些病徵 你要去解決 你不能選擇的 不能選擇 那一刻 自己都不知道 不要了 我立即出院了 這樣行不行呢 這樣行不行的 還有那一剎那 就是自己有病 你入醫院 你只要靠著醫生 相信醫生 有一點肉脆砧板上的感覺 其實他給我任何東西 我只會覺得他應該是為我好 我沒有想到原來他會出錯 他原來會這樣對我 比十倍淒涼 當然他肯定不會有心去害某一個病人 你一定不會的 但是你說這麼忙碌的時候 會不會有機會出錯呢 或者是你補救的方式是怎樣 這個有得斟酌 現在Kenji可以插幾句說一下 當時你自己的太太 她根本沒有辦法通知你 是啊 不是她通知我 是醫院通知我 因為她已經打了進去 但是 這個情況都是 我相信我和Jack 都是 那個心情是一樣的 現在我聽到 我都很有感覺 其實就是 冒助 還有醫院那邊的回復 其實都差不多 等於就是我們自己說話 是 他們都會很小心 究竟她怎樣去回應 但是你太太那時候 她不是倍數的問題 是因為她的副作用 這個都要有待查 有待查證 但她最初就有耳鳴的情況 麻痺 所以剛才你說耳仔那裡聽力 其實有沒有出現一些耳鳴的 有 之後有聽 有時候會是嗡嗡聲 但是是不是很嚴重呢 又未至於 但是有的 間歇性會有些嗡嗡聲 因為我太太告訴我 就是有耳鳴和男鼻 所以第二天就換了 其實這個已經是有反應了 是啊 就是一個先兆來的 就是千萬不要忽視了他們 就是有這些反應 都要檢查一下 絕對是 所以這個節目希望 給大家多一些醫療的知識 如果大家不是說經歷過這段路 你根本怎會知道有這些東西 怎會知道原來會有這樣的副作用 那麽大的敏感反應都有機會的 或者原來會耳鳴 會麻痺 真的不知道的 但是我又想問一下 就是時間現在都年多 那醫院那邊是怎樣跟你跟進的 哦 醫院那邊簡單來說就是沒有跟進的 是 因為他之前一開始發生事故之後 應該是頭那半年裡面 他都有保持著 就是你要去做這個警察 你要去做那個警察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警察是用來做什麽的 因為要確保就是 他現在的腎功能沒事 是 要確保他現在的耳朵沒事 是 當他這兩頸都沒事的話 其實就是沒事了 在醫院的角度來說就是 OK啦 已經可以close out 過骨 過骨啦 但是我看回相關的新聞報道 有說 就是他們承認了是超出了10倍 那樣東西 那他這件事有沒有作出什麽的賠償 或者是有沒有作出一些什麽回應 因為明顯是醫療事故 是啊 醫療的失誤 沒錯 他們有封道歉信 也都有親身說說 就是很抱歉 也都有 試過用一些很遠距的方法 告訴我們可以談一談賠償 是的 而我當時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現在不是要談賠償 我們現在要談在往後的日子 因為如果你說只是聽覺的 我都還可以理解 如果你說是腎功能的話 剛才都講過了 因為你是要去到20%的功能 它才會發生 而當它剩下20%的功能發生的時候 它未必是這樣 它未必是半年後 一年後 因為他們都講 這隻抗生素 它的副作用 就是對你的腎功能或者聽覺有問題 而他們都沒有一個文獻記載 它會什麽時候發生 即可能已經有機會影響了 都未發出來 所以它一直做一些檢查 一直做檢查 當它們維持了這半年之後 它覺得其實應該沒事了 那它們就沒有跟進了 那你們呢 你們有沒有作出一些 有 我們去找回我們自己的家庭醫生 總之我們一開始有事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我相信 在各大的醫生 醫生的群組裡面 或者他們自己的整個群組裡面 他們會知道這件事發生 因為當我們去找個家庭醫生的時候 那個家庭醫生 噢 你們啊 就是你啊 然後 它基本上是拒絕跟我們去做任何檢查 它說 捉診可以 不可以給任何藥你吃 我們當然有問過一些比較專業的意見 就是說 它現在用了這隻抗生素 那醫生第一個反應就說 嗯 很舊 即是一隻舊世代的抗生素 嗯 而我們也用了家庭醫生 就轉介了我們去做一些不同的聽力測驗 或者做一些不同的腎 腎科醫生 因為醫院給我們 我們當然相信醫院的專業 但是我們都想拿下一些 其他地方的意見 如果我只聽一個說 那麽就和你那次落錯藥 是一樣的 嗯 明白 但是很老實講 你都會有一些不夠信心 就是之前他出了那麽大的錯 一定會 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 甚至乎是對香港的醫療制度會沒有信心 因為他們是容許一間醫院出事之後 24小時內 嗯 你才通報 就是24小時內通報 給衛生署 其實他們就當是合法 沒有事 嗯 而當時這一間醫院 它也都是採用了這個方法 是 將由發生事故 去到它通知我們家人 是大概用了十幾個小時 是的 它亦都會在24小時內 但是大家都知道 24小時內可以發生的事 就好像Kenji 沒錯 幾分鐘而已 不用24小時 因為當時你 太太就直接迷了 根本沒辦法去挽救了 已經 是完全挽救不了 挽救不了 都很恭喜阿美 可以所謂死女逃生 現在他人有沒有說不舒服的 都可以的 所以一切都正常的 正在返宮的 希望你一直都可以健康 是的 真的健康 其實我們都希望這個節目 播出之後 希望多一些朋友 如果曾經 有這些個案 幸好 有這樣的個案 可以怎樣 可以聯絡我們 可以聯絡我們 因為我們很想你們將這些個案 分享給我們的觀眾 或者香港的市民 因為你們的一句說話 是絕對可以幫到我們 就是幫到我們普通市民 警惕一下 起碼去面對醫生 面對醫護人員的時候 自己有些什麼要問多一些 或者是再聽清楚一些 可以inbox做channel 或者radio99.tv 你知道很多朋友 有些就想著 不要搞那麼多事了 算了 都過了去了 那就可能引氣吞聲 我見到May都拿著個file 其實那個file很全的 就是很整齊 很準備好 她有很多的文件在這裡 準備了在這裡 還有我想 會一路很多 細節都根本一路都會記住 是不是很深刻 很難忘記 很難忘記 這件事 究竟可不可以有其他渠道去解決 都不知道 但起碼 心理上一路 會有這塊石頭壓住自己 陰影 我見到她這個file 我自己都很大陰影 因為那些紙張都是那些紙張 有一個提供 借著這個節目 起碼讓大家可以抒發一下 沒錯 我們都說過了 不是去控告任何事 或者希望 有什麼法律途去做什麼 我們不是一個時事節目 沒錯 我們希望多一點的分享 那裡分享 接下來就有 遇封國際的首席名譽顧問 多德塞 就會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對這件事的回應 或者他有什麼其他的心得 跟我們的觀眾分享 好嗎 好 那一會兒再見 一會兒再見 歡迎多德塞 你好 多謝多德塞 多德塞就是醫學界的專業人士 對於醫學界的運作和潛規則 很熟悉的 我們熟悉很多很多 其實好像今天 我們剛才的第一個個案 就說到阿May 因為抗生素的問題 也是Kadju的太太 都是因為抗生素出了意外 沒錯 其實抗生素這件事 我想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 好像我這樣 純粹這個名字 實際上已經開始聽過 有時有些大病時 又說要吃抗生素 又說要吃光整個療程 是這樣的 其實抗生素 對我們人體的影響是怎樣 其實抗生素 為什麼會這麼出名 為什麼這麼流行廣泛應用呢 就是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越戰時來說 這件藥物在戰場上 是救了很多軍人 所以這件藥物來說 當時的需求非常之大 而在之後 他們發現 只要是有傷口感染的話 抗生素都可以很快去控制到病情 但是 他們後期發現 出現了一些抗藥性問題 所以就會不斷研發一些新的抗生素出來 而當這些藥物 新的藥物一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臨床那方面 都未能夠做到百分之一百 知道這些藥物的副作用去到哪裡 所以 如果你們去過醫院 或者醫療中心做體檢的話 他們在那個問卷裡面 其中有一個項目就問你 你有沒有對某一些藥物 或者是抗生素 過敏反應 或是敏感 那你就會說 我不知道 我當沒有吧 通常都寫沒有 是的 但是你寫沒有 是否代表你真的對藥物沒有反應 不一定的 其實醫生 他們都會猜 你寫了沒有 我就當你承認沒有 萬一我開了 真的有不良副作用的話 那些藥物不是完全在我那裡 沒錯 這個純粹是一個藥物問題 但是呢 有時候會看到有些人 會寫 我對本來西林有過敏反應 那你就會覺得奇怪 咦 為什麼你會知道 你出生 難道跟你驗過嗎 你問回 其實是不會有一個發炎項目 幫你只是驗 我對這個藥物是有過敏反應的 通常是可能 你在某一次的治療過程裏面 出現過敏反應 你有這個醫療紀錄 接著呢 醫護人員就會提醒你 你下次再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事先要跟醫生說了 我對這個藥物有過敏反應 你千萬不要開給我 所以其實是一個 很被動下的一個藥物資本 沒錯 沒有辦法的 因為當時來說 他們沒有這麼先進 問說可不可以有些 叫做事前測試 我對身體的反應 是哪一種藥物比較敏感一點 沒有這個概念 也可以說沒有這個技術的普及 那現在呢 現在是可以在事前 其實是否可以做到什麼 去預防這些事 其實近這二十年 在國外、韓國 很多的化驗所、大學 他們都是在那個分子化學 那裏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他們的研究來說 最主要是看藥物 究竟對我們有多大的不良反應 或者有沒有效呢 是轉移了 是看我們身體的一些 叫做生物化學的反應 那這個生物化學反應 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對這隻藥物的代謝 有多好 而這個藥物的代謝有多好呢 是很視乎我們身體裏面 有沒有能力做到一些我們所謂的 叫做酵素 或者叫做反應酶 去代謝這種化學物質 而我們身體究竟有沒有能力 去做這個反應酶呢 叫做反應酶 它可能在代謝某種藥物上 它是做不全面 變成這隻藥物吃了我們身體裏面 有兩個可能性 一 到我們沒有效的 二 可能這隻我們代謝不到 變成了一個毒性跡象 在我們身體裏面 所以出現了一些藥物過敏反應 就是後者的機會比較大 不過我看了一些資料 就說 藥物反應是會有的 但是會搞到致命的 其實就真的很罕有 是不是呢 即是據你的認知 其實呢 全世界這麼多種不同 即是叫做人種的話 他們的身體的基因 都不是說 個個都是百分之一百元備的 是 有些人來說 他們的基因 可能是對比西方的某些人種來說 他們的基因來說 是叫做所謂識了劑 是不會弱的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喝酒 我們要代謝酒精裏面的月純 OK 我們是相對需要靠四個基因的 是 那麼 西歐那邊 即歐洲那邊的百人 他們這四個基因 全部都是健全的 是 所以他們喝酒來說 他們的酒精代謝 問題不大 所以喝很多 是 亞洲來說 亞洲的女性 這四個基因 是叫做適制的機會比較大 難怪我喝不到 是不弱的 亞洲的男性來說 可能兩個是開了 兩個是關掉的 兩個是關掉的 聽著的 所以變了來說 亞洲的男性的酒量 可能會比亞洲的女性的酒量好的原因 其中一個都是跟基因代謝酒精的能力有關 所以藥物其實你可以當它是酒精物 即是可以當它是藥物的一種 是 那不同的藥物在身體裏面發揮不同的功能 它那個我們叫做 Functional Group 功能組別來說 在身體裏面是要經過肝臟代謝 變成一個沒有那麼大毒素的物質 即是經腎臟癌的排出 如果你在這個代謝的過程裏面來說 它有其中幾個步驟是不合理的話 要不然就靠後天我們用一些 譬如營養素的幫助 或者是直接避免用這種藥 即是直接不要用這種藥 但問題就是要事先你真的知道 沒錯 所以Kenji不是說學生了 如果下次問你有沒有藥物反應 先回答不知道 有否敏感 是 不知 就千萬不要寫No 寫No 他就告訴你 你說你是沒有藥物反應 但如果你說你未知的話 即是說我未去到 那麼多種藥物 我都試齊了 是 肯定的結果 但其實這裏 再下去 都有一個 我們叫做 比較灰色的地帶 是 因為有時 這些藥物代謝的反應出來 可能是一個過敏性的反應 是 而過敏性反應在面殼的機制上 亦都有很多未知的地帶 如果很明顯 我們吃一隻藥物 或者一種食物 立刻有個反應發出來的話 這是很直接的過敏反應 但是有些來說 他可能要慢性長期低劑量去刺激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開頭吃是沒事的 但後來突然出現了這個問題 那就是冤枉了 另外還有一個更複雜的就是 可能我只吃A這種藥物沒事 只吃B這種藥物都沒事 但A加B一起吃 就不出事 但怎會知道 所以就要做檢測 沒錯 一定要 就是預防勝於治療 因為當你可以掌握多些數據 那時候 其實你對自己的健康 和生命的安全 其實掌握會強一點 和穩陣一點 這些知識真是很有用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因為我以前都很興趣了解這些醫療知識 那我就看過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其實沒有說特定的某一個醫術 我們去煲或者扁 其實我們都是想了解多些 這個世界上各種的一些醫術 醫學 我聽過在自然療法界 他有一件事叫膠性銀 就是那個銀尼紫 他說他其實有天然的抗生素 可以殺到600以上的細菌 那這方面你有沒有一些知識 可以給大家知道 其實膠性銀這個 已經是在外面 比較古老的醫藥裡面 都用了很長時間 其實這個膠性銀來說 當然 我不能夠說他是萬能 都做到 但是視乎你用在哪個範圍 如果你說口服的話 他在經過的那些黏膜位置 那裡 比如消化系統 在消化系統上面出現的一些感染 無論是病毒性或者細菌性的話 它一定有一個作用 因為裡面的黎子銀來說 很多時候是會破壞了那個微生物 它裡面的一個叫代謝機能 令到它產生一個致病 或者是破壞性的機制 是被你削弱或者是中國座 但是如果一些人抱著這個概念 以為多用重用是好的話 反而可能不一定是出現了一個 叫治療性效果 所以整個醫療的概念 基本上 仍然都是離不開精準這件事 對 就不是以量來決定的 就是這樣多就好了 是的 因為在16世紀的時候 瑞士有個醫生叫做ParaCelsis 他是歐洲的毒理學之父 他就說每一樣東西都有一個毒性 而這個毒性是怎樣決定的呢 就是視乎你使用的劑量而決定 是 所以就沒有一個東西叫做絕對安全 要視乎你使用的劑量是多少 所以就算交性銀 有時候可能你在網上賣 或者經你朋友介紹 他特別強調那個濃度是非常之高的 那你就要看你第一 用的範圍在哪裡 比如你說外用的 或者口服在消化系統的話 它一定有幫助 但是又不要亂用到好天花 例如我看到有些人用來滴眼 那些來說我會建議他們小心一點 因為始終眼是一個比較脆弱的器官 雖然它未必好像出現一些腐蝕性的問題 但是有時候你一造成一個效果的話 你要逆轉的時間就會比較長 都來一點個個案分享 我自己曾經就是天然抗生素的 這個膠性銀我是藥物反應 藥物敏感 我其實就搞到什麼呢 是控血球 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的 是做得慢 就是做血 那個人突然間 嘩!很恐怖的感覺 是心狂跳 沒有了血 好像人家的血是溝稀了 青了大臉 是的 譬如紅血球應該是有十一、十二點多 我是只有七 即是溝稀了一半 然後白血球 血小斑全部都是很低很低的 後來醫院那裏又和我做一些檢測 其實我有抽了骨髓 那時很恐怖 整個經歷當然 又以為自己血癌 原來最後他就說 這個就是他們叫做complication 即是一些藥物反應 都是罕有的 但他們也有說 以前曾經有人用這些有膠性的銀 去做一些藥物去治療一些消傷的傷口 都有人有類似的這些藥物反應 但實在我不知道自己喝的份量是否對 當然別人給我喝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要提醒大家 其實銀來講 有兩個情況要注意的 第一 其實有些人對銀是會有過分反應的 第二 如果用的劑量是比較重的話 其實它也會列入類似一個 重金屬中毒的情況 凡是重金屬中毒的情況 你說銀不是好東西來的嗎 其實你看回以前古代的衣籍來講 它有用到抗石類的藥物的話 他們對那個劑量的使用 他們都很小心 凡是重金屬中毒的量比較大 那時的話 身體出現了一個叫重金屬中毒狀態 第一個影響的就是你做血骨髓 所以 早點認識你就好了 所以你那個指標 有時候我看一些檢測報告出來 為什麼你的紅血球又不達標 白血球又不達標 血小板又不達標 中毒的跡象 那你說紅血球不達標 其他兩個達標 那可能是憑血而已 或者是在生性憑血 OK 那你白血球不達標 那你免疫系統低 但是如果我問一下你 你的身體又有些慢性病出現著 那可能是一個炎症反應起不了 血小板不達標 我又會問你有沒有吃過些什麼 那有些人來說 他都不信坊間 就說大量吃這個薑黃素 是對身體有益 是對的 但是薑黃素如果是長期高劑量吃 就會把你的血小板之數都拉下來 很多人吃的 所以有時候 那些人吃完一輪之後 拿著驗血報告來給我看 他說 哎呀 doctor 為什麼我的血小板低過正常水平 那我第一件事問他 你有沒有吃過些什麼 那他就說一下 我便說 薑黃素你吃的份量 就是叫做超高 以及吃的時間太長了 那你要停一停 等你的血小板之數上回來 哇 真的很危險 是的 你現在繼續去吃都未遲 所以如果三人都低那時候 那我就會懷疑是 骨髓造血的那個情況有問題 那我就會一路問他 你譬如工作的環境 飲食啊 或者你有沒有補牙裏面有水銀牙 這一類的濃金屬反應 補牙也有關 補牙也會的 其實補牙裏面來說 有時候你見到那些人 抹口好像牙裏面 填了一些黑黑的東西 是 其實那些是一些叫做金屬的混合物 是 它裏面有51%是水銀 接著有大約20%是銀 那這些來說呢 長期在身體裡面慢性吸收 它會積存在你身體的內臟 骨髓裡面 就會影響了你內臟功能 和那個造血的那個能力 又排不出這些水銀 很慢 你吃可能你吃了五年 但如果你要將這五年的總酵素 排出來可能要二十年 還有某些中藥 那時候都有驗過 排高水銀 其實中藥要看你怎樣去吃 中國的古道移植 就算你去看看 李時珍阿烏本草歌曲也好 它都有用水銀入藥的 但是這些重金屬入藥的話 它有一個很高的規格要求 但是這幾年 你有時候會聽到市面上 有些中藥驗到 它有污染 有重金屬在裡面 其實就視乎你怎樣去用這個造藥 如果你說用回 說皇帝內經那個年代 收拾那些草藥來煲 用水去煲出來之後 喝那碗叫做藥茶的話 其實裡面的重金屬不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將這些藥材打了粉 將這些粉就好像 沖水一樣 是的 食糊這樣吃的話 它裡面的重金屬 你就真的全數接收 所以有時候 你要看它化驗的方法 以及你實質 你使用這種藥物的方法 是不是等同 將它裡面所有有害的成分 都吸收了呢 沒錯 所以藥物和保健品 都是雙刃劍 對你可以有害 亦都有益 特別看你怎樣去使用 分量 多德塞真的是 古今中外 考不到藥 一定要 所以我們特地要請多德塞 還有我們恭喜施用 本來想要十分鐘的segment 改了一倍時間 下一集我們再談 多謝多德塞 多謝多德塞 醫道友同路人 由易峰國際集團聯合贊助播出